我们看游戏的第三版 它的速伞和影视今天还没掏出来呢 今天我们 这个小老强居然 对吧 打出了一波逆袭 这么看来我今天晚上被他暴打也不冤呐 祭司 你也吸满了 这个地图 守夜人 守夜人不太好说 因为守夜人这个角色 打这阵容倒是确实没什么问题 只是守夜人他的 那个上限呢 那鬼雪球毕竟要一刀一刀砍嘛 他的那个节奏起来的 其实也不一定快得起来 就因为这把的话有个入恋师在 中间入恋师断你手节奏 真胜面不太高的 就这把他抛开 就入恋师不能打出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打出比较好的效果呢 进求人者可以真胜 退呢求人可以保平 其实这个阵容我在想他打速伞 不过这张地图速伞没那么好打 我来上来就打守夜人 我来上来就打入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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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局节奏第一刀起不了快刀啊 也就是说这个击倒差不多是要交闪现的一个击倒 第一刀打中 然后因为他这边没有带张狂嘛 他跳不了 好 动打掉 这边 入恋师 进墓地 抓祭司 抓祭司 要比抓这入恋师好 因为抓入恋师真的很难赢啊 这边一波风吸好的 飞轮 这边 灵鹫已经给上 那这边上挂以后 灵鹫应该在墓地里面 入恋师这一手灵鹫给的 让 就游戏其实保平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我觉得就想保平 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 到现在闪现没有交的 对吧 直接就灵鹫一起 然后这边击倒这个祭司以后 针对打一个非四人的开门战 游戏怎么的 这把平是肯定能平的 这把也没有补动伤的对不对 只是再往后打呢 我觉得他要去续下一波节奏有点难 这轮应该是有交掉这个闪现的 所以他续下一轮节奏不是那么好去 祭司一个洞穿 然后板子一拍 对吧 你是不是要交闪现的 这个位置 闪现一刀 好了 然后等到你挂飞这个祭司的时候 穷人这边 密码机倒是偏慢 现在才两台出头 这个 杂技过来压一手准备救人 挂进地下室 游戏打的好稳啊 这个地下室他们不救了呀 这个地下室说实话 就本来圈子可能还想救一救 你还能通过手艺环节打一些东西 这明显不救了 这波机会抓到了 这波排到了杂技的位置 跳过来 嗯 手里面没有能量 他起一波风 然后跳跟进 哎呀 节奏还是起的慢 虽然说刚才那波风吸的很漂亮 但是 这里的话 近交互 翻走打不到 杂技手里面还有握有可求 这就是我刚给他讲的 就这个阵容 但凡入练师的灵就给上 哎 武女 握了一个老天爷呀 这你也敢翻 万一吃个震射呢 吃一刀往下翻 进目的他不消吗 好吧 反正走了 就就就对于监管者来讲呢 现在想要真胜 呃 他的机会是 因为这把是路人局啊 如果说这是个开黑局的话 穷者拉开 然后慢慢补状态 慢慢重新给你打 慢慢起心机子 这把其实是打不了一个 多抓的 很难打一个多抓 他只能是在现阶段快速形成击倒以后 然后再去压到机子才能够赢的 这里的话砸起手里还有球啊 看一下 一颗球跳开 压住位置 好的 倒地 嗯 我们来算一下机子 现在的话 这边的机子其实也够了 入练师这边的机子修了60 武女这边的机子已经快要到 入练师这个时候其实要出来了 要不然游戏要传了 一波风做防守嘛 顶出来打顶出来打 入练师其实早顶出来就可以了 他这边的话跟队友交代一下 就是抱一下自己的机子 然后我去救人就可以了 因为他这样的话容易被压 就容易被拦住位置 入练师而且没有飞轮 这边打一刀的话这个机子 FOR GO 有跳在 这个也是一个就路人局比较难打的一个点 就如果说是开黑的话呢 这路人是一定是提前走的 或者说武女提前走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提前过去 因为你两台机子都在抖动的话 一台机子不动我就知道你从哪台 哪个地方来了就可以出来拦你 而且这个守夜人他现在已经是带了传送的嘛 那这武女现在应该也走不了了 哇这把居然是个四杀 还是中间一波节奏啊 就是那波看上去 其实我们觉得这把穷者还是蛮有机会能保平的 或者蛮有机会能打3CAM战的 但是一波位置压到了以后人救不下来 哎游戏到现在为止 他速散都没掏出来 他不会也是要打BO6吧 我昨天问他 我说打一个BO6还是打两个BO3 他说打两个BO3啊 他练试喝 速散都没掏 是不是要打到底啊 他快点过去的 你说要打架了 赶手 我 滑 你 我 感谢观看